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哈人同学制作的视频 这一讲应该是哈人在博士阶段制作的最后一讲视频了 今天是2014年9月6号星期六 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 提前祝大家节日愉快 今天我给我的视频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 叫科研使用电脑技巧私部曲 简称科研私部曲 这一讲的视频我们就对这个私部曲做一个导读 我是张浩然 我的邮箱是哈人同学at163.com 注意是xie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科研使用电脑技巧私部曲由下面私部组成 科研论文作图一共20集 科研数据处理一共20集 科研示意图一共10集 大学电脑技巧一共10集 简单来说就是这四部曲里边 有两部是每部20集 另外两部是每部10集 科研私部曲主要介绍一些 适合科研工作者的使用电脑技巧 以及一些相关软件 目的是提高大家在电脑前的工作效率 制作高质量的电子产品 然后私部曲的最适合的读者 是拥有一定电脑基础 期待与电脑进行更高效更默契的配合 主要从事科研行业的大学生研究生 工作人员教师等等 这里我强调就是与电脑进行高效默契的配合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把电脑当成我们的伙伴 如果我们更了解我们伙伴的话 我们就可以与他进行非常默契的配合 我们在科研工作人员会或多或少用到一些电脑技巧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科研中用的会有很多原始图片 我们简单把原始图片分成三类 实验图数据图示意图 实验图就是我们用一些小微镜等等一些仪器拍出来的图片 数据图是我们把我们实验收集来的数据 用一些数据处理软件 把它们绘制成这样的作标图 然后示意图是我们为了产生某种机制 用一些软件来手动绘制的图 有时候我们论文里面会同时用到这三种图 我们需要对这三种图做一定的处理 然后放到我们的论文里面来发表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些电脑技巧 我们的科研使用电脑技巧 这四部曲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说符合这种需求而制作的 针对科研工程中的实验图 我制作了科研论文作图系列视频 针对科研中的数据图 我制作了科研数据处理系列视频 针对科研中的示意图 我制作了科研示意图系列视频 这三讲都是以科研两个字开头的 就是与科研工作密切相关的 还有一个视频是讲的大学里的 一些其他电脑技巧 我觉得大学里有很多技巧 也都很实用 所以也把它们整理了一下 放到一部独立的一部视频里面 接下来再介绍一下 科研论文作图这一部视频里面 不仅介绍了实验图 还介绍了一些上版这三种图片的 一些整个操作 比如把他们组合 把这些几张实验图 实验图 数据图 整合一下 然后放在一张图上 写到论文里面 等等这些操作 我把它放到科研论文作图 这一部视频里面 现在这部视频 应该是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视频了 嗯 嗯 嗯 这段幻能边展示的呢 就是我们科研实用电脑技巧思路区 的一个目录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科研论文作图呢 它是由20部视频做成 嗯 这里最左边这个呢 是它的编号 而右边这个呢 是每部视频的内容 或者每个视频的名字吧 科研论文作图呢 我们用的软件呢 主要是photshop 其次是powerpoint 主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们上面这张图所示 它解决的是 针对于实验图的一些操作 以及这三种图片的一些整合操作 然后科研数据处理呢 嗯 我们介绍一些 介绍的是 嗯 针对于科研中的数据图的一些操作 在这个系列视频里面呢 我们主要介绍一些 嗯 数据处理方法 以及数据汇图方法 当然在这部视频的最后三部呢 我介绍了一点图像分析的一些基本知识 在科研数据处理这个软件里面 我们用到这一部视频里面 我们用到的主要软件呢 有graphpad 主要是graphpad 然后其次是excel origin spss等等 图像分析这一块是用到了 immedia pro 还有photoshop 然后是大学电脑技巧这一部视频 这一部视频里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用到的软件什么都有 嗯 这里边我用比较经典的那是就是这个004 就是毕业论文排版演示 还有一些参考文献的管理啊等等 还有这007 油盘重装系统 大家如果学会了这一个技巧的话 就不用就是大家万一就是电脑 就是操作系统出了问题的话 就不用担心自己丢失数据 最后一个是科研示意图 科研示意图呢 我们介绍了一下 绘制一些静态示意图 或者绘制动画的一些方法 脑子软件有PonPont 还有CoreJoy Ellustrator Ellustrator 还有Flash等等 科研示意图这一块呢 大家只要 推荐大家掌握PonPont这一个就行了 其他这几个Ellustrator Flash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决定 是跟专业人员配合完成 还是自己来学习 大家就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决定吧 不能一场PT的话 因为大家都会用到 相信做科研的人都GVD用的会非常多 把这个掌握了熟练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方向吧 然后我们这一讲正在录制的 科研实用电脑机脚4部曲的导图 我把它归到科研示意图这一项里面 主要是凑合一个整数 把它凑合10个视频 大家明白怎么回事就行 关于这个目录 我们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点就是编号的问题 我这里命名 每个视频基本上都带着编号 每个视频的命名方式 都是采用的统一的命名方式 命名方式就是每个系列的名字 加上编号 加上一个下滑线 再加上视频的名字 举个例子吧 就是科研论文 像我们这里第一场的组图 这个视频 它的全名就是科研论文做图001 下滑线组图 像我们这里大学电脑技巧 这里的第四个视频 毕业论文排版演示 它的命名方式就是大学电脑技巧004 下滑线毕业论文排版演示 这么做主要是方便大家后期进行查找 方便大家对这个视频进行排序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目录需要强调的 就是这里边有三个视频 大家可以跳过不看 就是科研论文做图里边的014 015 016 这三讲 为什么说可以跳过不看 因为它们三个是一个过渡产品 它们的终极产品 是这里科研论文做图019 下滑线科研组图Cypic Matrix 因为它们要解决的问题 都是一个组图 因为在我科研论文做图系列视频里边 有六讲都是与组图相关的 像这里001组图 002组图 组图进阶 还有0014 015 016 这三讲 以及最后一讲就是科研论文做图019 这一讲是相当于一个终极版 功能比上面这几个都强大 最完整 推荐大家直接用这一个 上面这三个大家可以跳过 当然他们这三个也都能用 这是关于目录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好的 接下来是我对每个视频做了一个时长的统计 并且给出了一个初学的推荐度 科研论文做图它是由20个视频做成 总计时长是11小时57分钟 也就是将近12小时 初学推荐度就是非常大家推荐初学 非常大家推荐第一次学习 科研数据处理 它总共20个视频 总共20级 它的总计时长是12小时24分钟 就是12小时出头 也是推荐大家首先学习 五个星 科研示意图 它是由10个视频组成 总计时长是4小时49分钟加 这个加号代表就是我们正在录制这个视频 由于时长未知 但是由于把当前正在录制这个视频 归到这一类里面 所以这个加号代表的是 比这个要长一点 比这个总计时长 比这个4小时49分钟要长一点 因为4小时49分钟是我们前9级的时长 第10级就是我们正在录这个视频 会耗一段时间大约10分钟 整个录完之后大约会到5小时 左右 科研示意图这个视频 不太推荐大家初学 其实大家就根据自己需要 然后掌握一下PonPon的这个软件 来绘制示意图就可以了 一些其他软件用的操作 因为实在太多 只有一些专业的绘图人员 他们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稍微学点就行 或者说最后学它就行 但是由于我们这一讲的导渡视频 是放在这里面最后一集 推荐大家先把导渡视频看了 再看其他视频 然后大学电脑技巧一共十几 总计时长是六小时十四分钟 也就是六小时出头 推荐程度上是四个性 就是比上面这几个月圆程度 六有低一点 但是也是中等推荐以上 我把推荐方法 推荐的一些观看方法 就列在下面最后三行 就是推荐先看这一讲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录这一讲的导渡视频 它的具体编号是科研示意图010 科研适应电脑技巧 4部曲导渡 然后看完这个导渡视频之后 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要解决的问题 查阅前面的视频目录来观看 来挑衅和观看 就是我们上一张PPT是一个视频目录 我们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是我们的视频目录 这个视频目录四部曲 总共60个视频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毕业论文排版演示 我们就找根据这个目录 找到里面的大学电脑技巧004 毕业论文排版演示 然后看这一部视频 比如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双尾替检验 我们就找到科研数据处理里面 科研数据处理012下滑线双尾替检验等等 比如我们要进行一个组图 那我们就找科研论作图019 科研组图Cybermatrix 然后来根据这个视频来演示来学习 当然大家还有另一种学习方法 就是如果大家想系统的观看这四部视频的话 就可以参照我们这里 这个表格所列的初学推荐度来观看 首先推荐大家看的是前面这两个 科研论文作图和科研数据处理这两个视频 其次是大学电脑技巧 最后一个是科研设计图 这张幻灯片是我对在制作这四部曲的一个过程中 一些关键时间点 我做了一个年表 非常简单的年表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横轴是一个时间轴 最左边是2012年7月 然后是一直到2015年1月 中间每一段是代表6个月 像这里2012年7月到2014年1月 刚好经历6个月 从这到这也是6个月 中间这一段是代表6个月 这是它的横轴 竖轴呢是 就是我的四部曲的名称 科研论文作图 大学电脑技巧 科研数据处理 以及科研设计图 它们每个占一行 这里的四个颜色条 像这里红的绿的蓝的 还有一个橙黄色的 这四个时间条就是 我制作这四部视频的分别的一个时间跨度 比如说科研论文作图 它的制作时间是从2012年9月9号到2013年9月19号 大学电脑技巧它的制作时间是从2013年5月6号到2014年2月11号 科研数据处理系列视频 它的制作时间是2013年10月20号 一直到2014年8月4号 科研设计图它的制作时间是从2013年11月30号到2014年9月6号 总共跨越时间是从2012年9月9号到2014年9月6号 大约有两年时间 也是今天快到两周年纪念日楼 我把这个视频做一个完结 这两年里边有好多发生了好多事 比如说2013年1月到2014年1月 这一年里边 这一年里边 空间这一年 就是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边是网盘最流行的一年 这段时间里边有好多厂家都发行了自己的网盘 比如说摆的网盘 微盘等等 但是在之前发行的 在这一年里边最红火 然后到这一个时间点 大约是在2014年4月份 这个时间里边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网盘资源被审核 各种扫黄以及扫非版权等等 扫盗版 之后就是网络资源被清查了好多 当然有幸的是我制作的这四部视频 都在网盘里边完好无损 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来下载 因为里边相对来说是有版权在我这 我认为它可以就是无限制的被分享 免费被分享 我就把它放到网盘里 当然百度网盘下载起来 下载有段时间也是被封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申请了一下 申请了一下就是版权出示的一些版权资料 大约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不断退以来 当然有很多就是软件的版本都在发生 发生变化 就是有很多新的版本都已经发映出来了 像我刚制作视频的时候 是2012年9月9号 在这个时间段就是2013年前夕 就office2013就已经发映出来了 而我这个视频制作的时候 是选的是office2010 以及在这个时间段就是2010 我刚开始制作视频的时候 photoshop cs6版本都已经出来了 我选用的版本是photoshop cs5 当然跟我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我习惯选择最新版本的前一个版本 因为我觉得最新版本的前一个版本 可能用的人会更多一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时间网友推移 最新版本在不断在换 最新版本的前一个版本也是不断在更迭 然后我们这四部视频里面介绍的方法 可能会逐步的褪色 因为一些新的软件 新的软件会提供更多的工具 然后来提高效率 这也是很多软件 新软件新版本 就是诞生的原因吧 所以这个时间推移 大家越往后走 会有更多的好用的软件 好用的工具 然后被研发出来 大家对这些新软件 新的工具 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然后我个人的希望 做这个视频花了是两年时间 我希望在未来五年时间 就是从2015年1月份到2020年1月份 刚好五年时间 希望在这五年时间里 我的四部视频 能造福一万个人左右 就是我这里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愿景 在这里就求大家帮我一个小忙 帮我一个大忙 帮我一个忙 就是大家可以把我的视频 随意的拷贝给周围有需要的同学 大家没拷贝给一个同学 那就可以浩然的生命 就厚重一分 好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年表 大家就是简单看一下就行 四个时间段 这两年是浩然同学里 浩然我认为是浩然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吧 最后是一个视频制作完的一个致谢 感谢爸爸妈妈 感谢哥哥叔叔 等亲人的养育之恩 这里面尤其感谢我的父母 在我们最懵懂的时候 我的父母帮我做出了最适合我的选择 也就是把我送到大学里面 第二部分感谢博士阶段导师 我博士阶段导师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非常的慈爱 非常的思想 对我也是非常的信任 也是非常的宽容 这一点就说的比较惭愧了 就是我现在是直播第四年 要直播第五年 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吧 这里 这一段 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是我的直播第三年 2013年7月到2014年7月是我的直播第四年 现在已经是到了直播第五年了 这往右 时间中往右推是直播第五年 到了直播第五年 我现在还没有发表自己的一篇文章 我的导师对我也是非常的宽容 总是劝我要耐住性子 所以非常感谢我的导师 在接下来最后这一年里 我应该是会非常拼劲去做实验 还要感谢的是实验室的一些 试用试解师弟师妹 这个实验室真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 第三部分是要感谢电脑与网络相关的一些人 感谢电脑软件的开发商 开发开发者 开发者 他们的智慧就是凝结在电脑软件里面 所以电脑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非常快速的安装 一般也就三五分钟就可以安装一个软件 然后我们相当于 用电脑软件就相当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问题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提高我们的效率 其次还要感谢软件教育视频的作者 因为我平时也看很多老师的一些教育视频 像什么Flash教育视频等等 Photoshop教育视频是大一大二的时候都在看 还要感谢一些网络论坛的一些帖主 因为网上有很多很不错的帖子 介绍一些方法 介绍一些与电脑技巧相关的方法等等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逛逛这些论坛 来浏览一下这些帖子 最后还要感谢网络共享平台 包括一些视频共享平台像优酷等等 以及一些网盘资源网盘共享平台等等 我觉得网络真的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东西 大家要好好使用网络 网络里面其实有好多 如果你好能够好好使用网络的话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第四块要感谢众多的科研工作者 我们是战友 你均共勉 好的 最后一张幻灯片 还是放上我这一系列视频的一些下载链接 大家可以到我的新浪微盘 新浪微盘来下载高清视频以及辅助文件 我的新浪微博名是天主扫地僧 这里是微盘的下载链接 大家也可以到我的百度网盘里面来下载 下载链接也放在这里 如果大家要手出这个链接的话 强调一下这里是区分大小写的 最后一个字母是小写的L 这个字母是数字1 这里大小写 大家手动在浏览浏览记轮里的输入的话 可能要区分大小写 前面几个大家都知道 如果想在优酷观看的话 可以在我的优酷空间来观看 我的优酷ID是好人同学 大家也可以到这个网址来观看 但是如果大家想搜索的话 就直接优酷搜索私部视频的名称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把视频推荐给更多的同学 谢谢大家